我們下一則陸前的人權新聞裡面 我們就看到了我們的媒體 媒體記者可能他的言論自由 甚至他的工作權 都受到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在目前這樣的一個媒體生態裡面 所以我們會邀請的是 臺灣記者協會的會長莊峰嘉 大家來做這個新聞的評論 所以他對他自己下旗不能自主意外 他甚至在他自己公司內部 他也不能有一個比較有批判性的 對公司的一些想法提出意見 所以在年代電視台 他在八水代發生的風波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很訝異的原因在哪裡 所以應該照理說這幾個導播 他們對於他們公司的作業提出意見的時候 其實他們應該是被獎勵的 因為他讓公司發現他們有一些問題 其實公司如果處理得好 這危機會變轉機 大家會對這個媒體是有信任感 可是他們採取了這一下下的策略 就是把這些員工都開除 開除之後還要告他們 甚至不管勞資協調 不管NCC的這個主份 那調查結果出來沒有 那會讓我們覺得以前 我們記者也有浪漫情懷 就覺得我們可以作為調查報道 我們可以對社會 會發生影響力的這種親懷完全消失 所以其實現在是只有名嘴 沒有那個媒體人的年代 那媒體可以高談擴論 但記者必須精深不能講話 那這其中其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記者對自己勞工勞動權的認識 不夠清楚 像年代這兩個員工 當初他們被開除的時候 他們的同事幾乎沒有人敢出來聲援他 甚至不敢跟他聯絡 因為怕被公司知道他們跟他聯絡 可能也會遭到一樣開除的命運 那其他的媒體對這種新聞也非常的冷淡 因為媒體擔心自己可能是這樣子 他們可能是因為沒有很無實的報導 後來自由市報報導說 其實很多電視台確實也是有這種相同的問題 那所以記者對自己勞動權的認識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台灣記者協會 在最近的正式的一個五三部會議中 我們終於達成共識 所以這可以說我們大概十四年來 第一次的一個共識 所以我們決定記者應該要朝向公會化 來發展 其實在記者剛成立的時候 這有兩種意見 一個只是專業的組織 另外一個是公會的組織 那現在我想我們很多記者的幹部 都提任到這個問題 記者必須要往公會發展 那發展才能對記者未來的工作權 還有他的發言權有保障 所以我想人權是要征來的 他不是誰可以私語的或婦女的 那這份我們記者會繼續來努力 謝謝 謝謝莊公佳會議長 哈 哈哈哈 你